Julio Kuala Tons 上場亦即是不會恐懼 各位朋友 我寫了這個題目 其實 王滋�教授已經把 論在臺灣經濟會議 說得很清楚 我寫這篇文章最主要看到 韓國 南韓最近要進入25十匹的國民 國民所得進入2萬美金 人口在5千萬 要進入25十匹的國民 南韓的轉型策略是佔領國內市場 提升商品競爭力 然後再進軍國際市場 台灣的轉型策略 剛剛王土發教授說得很清楚 從2000年的民進黨政府到現在 都相信自由放熱 相信開放就是台灣唯一的出路 這兩種轉型的策略 在我看來至少到目前台灣是失敗的 大家記得1998年97年的時候 南韓在國際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我們還在笑 南韓大概起不來 才不過 這不到20年的光景 南韓的轉型策略 是成功的 那我們的轉型策略 失敗 那大家可能就想到 這個自由放熱 開放 積極開放 是不是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 其實我今天要講的 這個是原因之一 但是 自由市場經濟教條跟 外來流亡政權 是造成台灣今天經濟的困境 最重要的原因 為什麼外來流亡政權 會導致台灣經濟有問題 各位 假如我們比較南韓跟台灣 南韓在1960年初期也有普正信 他是一個威權獨裁統治 台灣在50年代 60年代 有蔣介石 他也是軍事強人的獨裁統治 但是 到了民主化以後 韓國不管在經濟上面維持他的主體性 他有很強的國家的機制 介入到經濟轉型 那台灣 現在 包括民進黨 國民黨 我想蕭萬長講那一段話 應該是講他自己 蕭萬長沒有什麼資格講台灣的經濟 讓陷入社會 讓台灣社會陷入集體焦慮 讓台灣社會陷入集體焦慮的原因就是 你只重大多數的企業跟個人 只重個別的利益 忽略掉國家利益 但是為什麼台灣在民主轉型後 國家的意識 國家認同那麼薄弱 那韓國在民主化以後 雖然過去也跟台灣一樣 有一個威權統治 他還是維持一個南韓的主體性 維持一個很強的國家認同 其實差別就是 普正西是本土的威權 蔣介石是外來流亡的威權 外來流亡體制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他是破壞在地的人才 破壞在地的所有社會組織 他要瓦解你在地的社會組織 第二個外來流亡政權有一個特色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少數統治多數的恐懼 他永遠是少數 所以馬英九政權我是把它定位為 未來外來流亡政權的故意 這一些具有高級外省人心態的少數統治階層 他在台灣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當我們的國內投資不夠的時候 不足的時候 他不會去思考台灣的問題 是沒有投資機會的 他不去了解台灣不是資金不夠 台灣的資金儲蓄遠遠超過國內投資 他的要方就很清楚 要大量引進中資來 當我們台灣因為有100萬人 廠商移到中國去生產投資的時候 被迫到中國工作 導致工需失調 人才工需失調 馬政府講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如何引進中國人才 但是他現在戴著帽子 絕對不敢講中國人才 中國資金 他都講外資外來 外來 當他要台商回台投資的時候 不去想如何協助台商在台灣轉型 他想的是什麼 也不想如何讓這個台灣回台投資的台商 進行自動化 降低勞工成本的比重 他想的 引進外籍勞工 大家注意 外籍勞工 沒有只有東南亞勞工 所以馬英九想的他是外來政權的復辟 流亡政權的復辟 他想的 他心中最恐懼的 就是 少數統治多數的恐懼 他具有很濃厚的高級外省 統治心態 他不敢講 他不敢講 但他做的 就是我最近講的 可能終極統一 他現在不敢講 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聯中制裁 大量引進 包括陸委會主委 在講 希望中國人最好 來參加台灣的國家好事 等到台灣沒有人才能 就是要藉著這些 在台灣經濟陷入困境的時候 要大量引進中國的因素 中國因素會讓他少數統治多數 產生十變 這個是我認為 我們必須要去注意的焦點 從經濟來講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但是更深層的制度因素 其實就是馬英九是一個 外來流亡政權的目的 我從來不認為他是一個 合法的贏選政權 即使他在程序上合法 但是他心態 其實是要把 台灣的人民擁有的 自由選擇權跟經濟選擇權 自由選擇權 全部透過他的 這個 八年任期 讓他瓦解 達到聯中制裁 聯中制裁以後 到底誰 誰在選總統 其實都假的 當中資來台 掌握到台灣的公共工程 跟地方的政商利益結合以後 當中資掌握到台灣的所有基礎設施 當中資來台 掌握到台灣 不去中國的 擁有技術優勢的這個 廠商的 決策權的時候 我想 我想台灣有民主 但是假如我們的經濟自由選擇權 沒有 被中國掌控 我想 誰來選總統 沒有贏 到最後 可能我們2016 還有民選總統的樣子 形勢 但是 所有總統候選人 不分黨派 必須要到哪裡 取得北京的任何 這個是馬英九 對台灣最大的傷害 我覺得大家可能要注意到 把馬英九 不要把馬英九認為他是一個 他自己不稱為他總統 沒有關係 但是要把他 很深刻的認識到 他是一個外來流亡政權庫 所以我這邊講到 因為這裡面的東西 我想應該大家都可以 自己閱讀 但是我把重點講出來 我這邊講的經貿制度 其實 就是要 維持技術優勢 台灣現在 對外貿 對外投資 有剛剛王土發教授有講過 有七成到八成 投資在後進國家 投資在中國 其實 是提供技術 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 結果我們 跟中國的經貿關係 由過去的 所謂的復古 到現在已經變成 競爭的關係 那 台灣對外投資的 模式跟 其他歐美日先進國家 或韓國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這些國家 大概 他的對外投資 有七成八成 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其他的先進國家 因為他要取得 他所沒有的創新能力 不管是品牌 生產技術 或新的商品 所以台灣的技術優勢 在逐漸的上市之中 那這個 假如政府沒有辦法 很快的 協助廠商 取得 這個 必要的技術 我們的技術 一旦落後 沒有優勢 我想 各種的經濟成長的動力 都會 失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 台灣 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為什麼 你看 主流 對不起 我們這邊很多主流經濟學家 主流的經濟學家 因為我一直在講 最近有一些南韓的經濟學家來台灣 他跟我講的一句話 他就說 你們台灣 經濟學都念錯書 念的是什麼 開放 念的自由貿易對大家都有好處 每一個人都有好處 然後忽略掉所有的 其他的 經濟思維 把美國所提出來的 華盛頓共識 當作為聖經在看待 所以馬英九才會跟你講 這抗拒開放的人 這個心態可以 要去改 才會說 人民不懂經濟學 這樣 經濟學 這個 都是 他 但他 這一些 主流 經濟學 經濟學的思維 其實想的就是 自由開放 自由放任 解除管制 政府的 把政府的責任 全部交給 市場來處理 那這個是導致台灣 今天 經濟發展 轉型不順利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所以 我這邊在講 我們台灣 其實要去思考的 是建立台灣主體性的 經濟發展的價值 以台灣的整體利益為主 華盛頓共識 那個是以美國的利益為主 他當然希望你所有的市場都開放 但是我們要看看 我剛剛講過 他要先佔領國內市場 然後才進去 他有他的發展的策略 台灣 現在看起來沒有發展的策略 台灣的策略就是開放開放再開放 以前是單向開放 現在要全面雙向開放 我覺得 這個不是台灣主體的經濟市委 第三個 我覺得 台灣要降低 對 中國 的經貿依賴 這是王主發剛剛教授講過 第二個 要降低對進口糧食的依賴 這個也是一個自由開放 對台灣農業產生的一個 傷害 台灣永遠是 以這個農業 犧牲農業來換成工業 認為 東西便宜 不需要自主 東西便宜 不需要在台灣生產 不需要在地生產 同樣的能源也是 台灣的進口能源 大概現在已經 用掉 台灣GDP的15% 進口能源的費用 已經佔台灣GDP的15% 假如我們能源 這個價格持續在上升的話 我想這個比重還要在上升 所以沒有經貿自主 其實 台灣 整個國家的 自由選擇權 大概很少 你經貿依賴中國 剛剛王主發教授講過 就像糖尿病的犯 犯者 依賴一到處一樣 你 糧食 依賴進口 當 氣候變遷 國際的糧價在變動的時候 馬上衝擊到台灣的 糧食的 整個 風景 台灣的糧食的自主力 已經遠低於國際水準 遠低於國際水準 所以你可以看 台灣廢根的農地 非常的多 修根廢根 這都是自由放任經濟思想的一個 對台灣的傷害 進口能源的使用 台灣 進口能源 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度 已經達到99.6 但是馬英九在面對台灣的困境的時候 他就拒絕發展 再生能源 他只要課能源稅 我也不知道他這個思想怎麼來 所以 最後我再發幾分鐘 把我一開始講的 這個 其實現在馬英九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謂的災難式的一個資本主義 什麼叫災難 我一開始在前言裡面講 災難自由主義 就是幸災樂禍 其實他對台灣 就是你看他所有的德元 財經背景的德元 對台灣的幸災樂禍 就跟你講 對不對 不是一顆乳蛋的問題 連一粒乳都沒有 告訴你說你不懂經濟學 這個都幸災樂禍 什麼叫災難的資本主義 趁著災難 對公共政策領域進行 精心策劃的虐落 就跟你講現在 你中資你不要談安全的問題 不然你沒有經濟發展哪有安全的問題 這個都是 他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引進中資引進中國人才 引進中國元素 都是 對而且 對台灣有利 看待災難 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 把災難看成 他的不是台灣的機會 是他的機會 所以我這邊才會一直在講 馬英九把台灣的困境 視為連中自台最好的機會 所以 這邊 我下面就講到 我想把這一段念完就結束 執政者選擇在社會經濟體系 遭遇危機的時候 利用社會大眾 處於混亂恐懼 而不知如何是好的脆弱時刻 就現在台灣社會的集體焦慮 有三個 工作難找 薪水不漲 螢幕差距破大 這是台灣的集體焦慮 推出什麼 虐奪性的經濟政策 引進外勞 外勞跟基本工資脖勾 都是要虐奪誰 我們台灣勞工的工作規則 虐奪式的經濟政策 驟難改變 具有政治社會基礎的政治制度 對財團 不去講分配 財團的利益就代表台灣的利益 這就把台灣過去的 由經濟制度做的改變 讓原本政治上不可能 變成政治上不可利益 所以 我在這邊文章我特別強調 這個災難資本主義的經濟主張 實施的方式 便是自由放任的經濟主義 跟震撼療法 什麼叫震撼療法 團員現在快無救 所以我要來一個 這種震撼療法 我要引進中資 全面開放 引進中國人才 引進一切 中國因素 讓你台灣做一個慈變 這個在第二次大戰以後 在拉丁美洲軍事政變 蘇聯東歐轉型的過程 曾經都發生過 引起社會很大的衝擊 但是這一個災難的資本主義 也在台灣現在在登場 所以大家看經濟問題 絕對不能此看 表面 一定要看他深層的赤土元素 最後我們再講 深層的赤土元素 馬英九政權 就是一個外來政 流亡政權的部分 他對少數董事多數 有一個很深切的一個共定感 所以他這些河員 這些官員 很少跨過淡水河 他不是不敢跨過濁水河 他都很少跨過淡水河 所以淡水河以南的人 在響水河 不知道 他只知道 台灣的China Town在響水 台灣China Town就是台北市 這個是台灣經濟最大的危機 台灣經濟的困境要解決 就是要把這個深層的資本 想辦法去除 謝謝 最後講到一點 中資來談 最近陳玉琳 硬著頭皮跨過淡水河 淡水河 鎖水溪到南部去 囂張一陣子 馬英九馬上送他一個大禮 又再放寬中資來談 那你會講 你們這些學者 中資來談什麼壞處 他來談投資 你像一再說台灣投資不夠 中資來台灣投資有什麼不好 中國資本也是 就你們來講 你們都不講大陸的 中國資本不是外國資本 外資來談有什麼不好 但是不要忘記 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是一個正常 是一個威權國家 他來台灣絕對有他的統戰目的 他來台灣主要幹嘛 中資來談 要掏空台灣的技術 這個他在韓國做過 我在其他的文章上面都有提到 但是我這邊講 為什麼他會掏空台灣的技術 很簡單 我們有些廠商到中國 是因為降低成本 他去中國發展 但是也有一些廠商 他自己有他的關鍵技術 他也怕技術被偷欠 也怕技術外偶 他選擇在台灣 因為他有技術優勢 他不需要靠低廉老公 這些廠商在台灣生產的滑滑的 你中資一來的話 就開始怎麼樣 中國就開始要想辦法 去投資這些工廠 這些公司 然後他取得主導權以後 你這主導權不要50% 20就夠了 然後他開始怎麼樣 把技術透過這個主導權 他可以搬到中國 到幫助中國 在中國 他可以更大規模來利用這個技術 當我們的技術完全被這個 中國透過這種中資來台移轉的話 我們台灣還有什麼 經濟成長的動力 這個很重要 然後馬英九也會跟你講 你們這些人都是意識型態掛算 一講到中資你就說他有統戰目的 中國也講我也不會干擾台灣經濟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中國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台灣就是很奇怪 馬英九是很奇怪 他跟這落後不正常的國家 他特別友好當他啦啦隊 所以馬英九 他 他是中國 我一定要講他是中國啦啦隊 他對中國 反民主 反人權 反自由 他都不會欠責 這什麼意思 那什麼叫啦啦隊 你假如是某一個球隊的啦啦隊 這個球隊打得再爛 啦啦隊沒有權利說壞 第一說好好好 未來還有空間 一定好 啦啦隊就這樣 民主自由人權中國任何違反的事情 馬英九一句話不敢 這是啦啦隊的現象 最後我再講一個 因為我剛剛 今天早上在巡哲會上課 我就講一些 後來我想在這邊稍微一分鐘 講完 很多人都覺得 很擔心這個馬英九親中 但是另外一邊又覺得 蠻樂觀的 就是 因為講 台灣跟中國 雖然交流越來越密切 但是認同台灣人的比重 一直在增加 對不對 因為我是台灣人 的比重 但是我覺得 大家要特別注意 在這馬氏的這個 財閥法治國跟殖民經濟下 這個台灣人跟中國人的差異 恐怕還沒有辦法 阻擋這個馬英九的親中的 這個 這個 政策 為什麼 台灣人跟中國人只是講說 我跟你不一樣 所以我不會認同你 我是台灣人 我是中國人 不然你就 你假如認為你可以認同 那你一定是我的中國人 台灣人 跟中國人的認同的只是跟你講 不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需要的是什麼 台灣 主體性 不一樣在哪裡 台灣的發展生存的價值理念 我們是 愛好自由和平民主 還是我們崇尚威權 這種 我們的發展價值 主體性 剛剛講的 殖民的經濟 會讓我們主體性越來越零上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主體在哪裡 以中國 對馬英九永遠說中國是好的 從來不跟你講 中國發展的危機在哪裡 馬英九 我們的價值理念 原來在李總統完了以後 主政 民族轉型 所以民主自由 人權 馬英九全部給你 弄得 這些價值已經不是我們身處發展 所以我們現在缺乏的是什麼 雖然台灣人跟中國人這個 認同的差異 越來越大 差異越來越大 但是 台灣人沒有什麼 對這個主體性 很多人認同台灣人 但是他繼續在中國交流 繼續在壯大中國 他沒有認為說他一個人做的 對台灣有什麼傷害 沒有 很多學者 繼續一方面在週末 政治上要爭取鼓勵 但是 在學術上他鼓勵要跟中國交流 你沒有這種堅持說 我今天個人的 這一個 繼續跟中國交流 其實會影響台灣整體利益 慢慢慢慢 因為馬英九現在所有政策都輕重 所以你為了要爭取你個人的一些好處 和利益資源 你跟著這樣跑 其實你就把台灣的主體性 台灣未來生存發展價值 整個都 很難就很難建議 台灣就變成一個漂流 在大海中不知道辦法去 所以我覺得 這個主體性 還有堅持 台灣人的堅持 這個是需要我們去努力的 不然 你就說我是台灣人 我跟你中國人不一樣 但是你要問你不一樣在哪裡 你說不出來 這個是 我們在面對馬英九親中的這個 思維下 我們必須要去思考 不然很難去支持 玩一個進攻的這個政策 謝謝